立法會有當選議員包括梁仲幸和尤惠貞 在就職宣誓過程中故意違反宣誓的程序和誓詞的規定 甚至作出侮辱國家和民族的言行 宣揚港獨主張 因而在香港以至全國引起極大的憤慨 做宣誓的事件可以和應該在香港的司法系統處理 我現在仍然是這個看法 但是在我們香港的憲制制度和法律制度下 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實有權就《基本法》作出解釋 人品要搶銷他們的議員資格 本地法律已經有足夠空間這樣做 所以今次人大釋法除了架空在已經運作的法院之外 亦都在架空間立法會